來,我們請讓他們到中間跟講座合影拍照,謝謝 各位看著電台開出的第一輪,再給我們看電台,謝謝 好,來,轉過來 來,看前面這裡 好,來 來,看前面喔 好,其實呢,這個獎項是我自己最想要得到的獎項,比我前天得到的獎項更是我期待的,因為呢,這個節目呢,讓我上山下海,清晨的時候要出去錄音,夜半的時候我要等在一些藝術團體的旁邊,我現在的獎項是一個很細節的節目,是一個很細節的節目,是一個很細節的節目,那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,再次獲獎的一個很小便 好,其實呢,這個獎項是我自己最想要得到的獎項,比我前天得到的獎項更是我期待的,因為呢,這個節目呢,讓我上山下海,清晨的時候要出去錄音 夜半的時候,我要等在一些藝術團體的旁邊,有時候呢,一個人呢,可能在鄉間的公車小站裡面,我要等三四個小時,我還曾經因為,因此錯過了夜班車,一直等到清晨,所以它讓我花了很多的努力跟辛苦 那這些感動都來自於,全國裡面有很多很多校園裡面的老師,他們把藝術教育當成生活教育,在大家都在學英文的同時,這些,它並不算時髦的教育裡面當中,很多老師跟學生他們在裡面的過程,付出了怎樣的辛苦 那麼,譬如說,也許有,曾經在我錄音室當中,不不亂跳的小朋友,被老師就趕出了錄音室 那我把它帶回來,之後發現,他在錄音室裡面,卻是全班裡面呢,在想像力的發表上面,最好的 那也曾經有小朋友,小提琴呢,是拉的非常的好,但是呢,不敢講話 但是在我的錄音室當中,他的老師告訴我說,他在他三年來,第一次聽他講的這麼多的話 聽到他為什麼習慣小提琴,所以我覺得說,在我的節目裡面要講的藝術教育呢,並不只是技術的表演 而是來自他人文內心裡面當中,他要訴說的,以及他心裡面能夠發揮的內心的人文基礎是什麼 謝謝 好,恭喜大家,謝謝你